今天大盘又跌了98点 今天大盘跌 而且还收在最低点 没有任何意义 纯粹是为了周选择权的解算 好 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12月7号星期三 王同长讲 你想要玩股票 你想要玩其他的眼神商品 你先把大盘看懂 大盘是根本 大盘看不懂 你去玩什么 玩个飞机 我看你玩飞机大炮比较快 是不是 盘都看不懂 然后一天当然讲 我要标股 我要标股 我可以跟你讲 市场上一堆人都有标股 我在讲白点 你看看这档个股 来 3017 哎呦 3017 旗红 来 这一天涨停板 大家都有旗红 今天跌停板 大家都没有旗红了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吗 没有意义嘛 然后呢 有没有告诉他什么地方买呢 不敢讲 因为他没有买 他怎么讲 是不是 讲了以后呢 会员就炒翻天了 我们的旗红是已经获利了结了 所以我们的红包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获利了结了 好了 今天王同给你讲大大盘 听听说 12月1号礼拜四 12月1号礼拜四 涨了133点 我公开告诉你 有条结 有条结 看到了没有 所以再看下去 12月1号礼拜四 涨了133点 收盘1501 我说万无达政 小心毁马枪 看到了没 看到了 你一定会问我 老师这两天是不是毁马枪 对 这两天就是 而且他这次做的还很绝 他分两天这样给你 还不是一天给你 我还希望说跟他一天给你 那这两天这样点 也是正常的了 没有什么关系的 12月5号礼拜一 12月5号礼拜一 只有涨10点 我公开告诉你 有怪兽 要不要唱个歌给你听 有怪兽 有怪兽 有怪兽咯 现在相信了吧 好奇怪啊 王瞳讲什么 盘都跟着我来走 对不对 我讲会有回马枪 市场上很多人最近都在告诉你回马枪 我告诉你有怪兽 市场上没有人敢讲有怪兽 因为那是我 我专有名词 要抄里抄嘛 一抄以后就知道了 哈呀 跟着王瞳后面讲 12月5号礼拜一 看清楚 有小头迹象 看到了没有 好好好看到了 结果这个小头还很厉害了 12月6号礼拜二跌了251点 我说是压盘进货盘 压盘进货盘啊 那12月6号礼拜二 我说我们是钱多多 快捡便宜货 看到了啊 看到了 所以你看今天 今天你看看 我这里写了满地便宜货 看到没有 那今天多空四八 好了 今天呢 我给你看一下王瞳的盘讯好了 免得说我今天都不讲 因为我认为他今天要收红了 结果呢 他的刻意在杀的 刻意杀的啊 看清楚啊 大盘下跌20点开出 今天盘是小低盘开出后 还会先下探 低点在14650点附近 结果今天第一点是 收盘最低 14630 那盘中的时候 打到的就是打到 14655 好了嘛 就跟你讲这样子啊 上半场还是整理盘 下半场就会拉伸 今天会指稳收红 盘面个股表现 结果呢 你看好今天一开始 这就开始上攻了 上攻了开始下来 好 所以等一下会帮你解盘啊 看清楚啊 今天你就看王瞳的这张字卡就好了 12月7号礼拜三 下节98点 拉 杀 又拉 又杀 多空四八 八谁 八市场上的小白 谁被八市场上的小白被八 谁在修理这些人呢 黑手 所以黑手的动向你看不懂嘛 那所以今天王瞳给你解盘 你听好 我今天直接在这里告诉你好了啊 来 我跟你讲 怪兽跑咯 你不要担心咯 怪兽跑咯 那我现在开始要进入到这个标马股时间 那标马股时间里面呢 当然呢 我就会开始讲一下 我今天呢 推出的这三档个股 这三档个股呢 都是在标马股里面会公开给你 同时 明天 后天的盘 我也会在标马时间里面讲给你听 记住啊 先把盘看懂 你后面就好做了 盘看不懂 就一条路 天天追高杀低 对 看他涨 你看我们买了 现买现赚 涨停板 没有现赚 只是你追涨停 最后结果是涨停 第二天就不懂下去了 现在清楚了没 所以王瞳今天跟你讲啊 你如果想要看标马股影音的朋友们 就赶快跟你的服务联络 王瞳告诉你 明天的盘 跟这三档个股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标马股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